Hello 大家好 今天星期四就是假期的開始 大家享受一下那個假期 因為這兩天真的不用怎麼打機 可以放假 週末才會再打 因為每個星期見你們打週末真的很辛苦 Anyway 昨天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影片突然夾到一些廣告爆了 大家容易一次 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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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會解決這個問題 先說回這裡 昨晚想說多一點無關同樣的事情 大家看到這張照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玩這個遊戲 其實香港機店已經入了回來 我之前有提過的 是Footy Star的遊戲 是機店遊戲來的 都是草卡放在板上玩的遊戲 都很好玩 有多比較新卡 變化都大 我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自己私下問我 我覺得可以的 或者開個群組 我覺得可以 昨天晚上說了發生什麼事 UCL的卡 上次的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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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塞 敗人 熱刺 我覺得我是點名的 四隊 因為之前都是看 Twitter 和自己在猜 這次的四隊 結果都非常好 有些師兄買了 FOSPER 1,000入 都放到5,100日 還有 我覺得這個 賣了幾百張 這些可能只有快售價 800入 1,000入 放到4,000 挺誇張的 還有這些 這些可能只有快售價 6,700多 到約 放到2,000多 這個師兄更厲害 跟著來入 沒死 想跟大家說 其實 會有一個情況 就是 因為UCL的卡 是值得大家去停止 這個星期 我都建議大家 不要停止 因為是兩個星期 一個星期 但是當然 今次的Lighting Round 會很誇張 說真的 像剛才那些卡 你三、四十K 放在倉上 我覺得不是問題 因為三、四十K 可能會帶給你 有 一百Pay profit 我覺得 沒有問題 我相信大家 現在要保持四、五十K 的貨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不會說四、五十K 會令到你的 Cash liquidity 出問題 所以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昨天晚上出了一張 Trippier 的SPC SPC 我就不說了 因為它是八五、八六 但是它這張卡 都厲害 西格 多人用 變相 昨天晚上出現了 很多人都在Panic Sell 同類型的卡 例如這張 應該是最容易失法的 因為它屬於 同一個Light裡面的 Special Card 遊閘 而這張卡 是出名好用的 很多人都用 昨天晚上也有很多師兄 就Bit這張卡 我自己今早也有看人Panic Sell的卡 我就針據大價少少 這張卡 我今早也有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都是這樣 這些卡很多人都會 半OpenBit的狀態 讓你們Pit去賣 這些卡 我不知怎樣賣 但是我Pit到 所以會有這個情況 但是很可惜 一件事就是 其實肥料真的沒有什麼升 其實想跟大家說一下 都是一個理論 大家會看到肥料早幾晚可能都慢慢地跌 是因為昨晚升 是因為有一個 throwback UCL Marking Match Up 其實這些是一個 tradeable supply 所以令到市多了供應 令到肥料跌 其實它原理和Lighting Round 是一樣的 Lighting Round 當然量大很多 但其實這些SPC都會令到供應很大 之前做了一晚有一個叫One Sharp 亦都會有tradeable的卡供應 那 還想說一說 這個 這個其實有點白癡 我覺得EA有一點點 惹了大家 我覺得它說得不清楚 因為這個SPC 大家看到很好 requirement只有83 沒有IF 只要抽過83便可以了 一個20K的賭博 repeatable 也是15個week 直到team of the week moment 6 其實team of the week 都現在接近三十幾個week 連結了team of the week moment 其實也是佔了三分二的team of the week 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 你自己看回team of the week的卡的時候 究竟有多少張是84以上的 因為大家現在做任務 都要84以上的IF才會用到 你想想你給這個20萬元 你會買到多少張 抽到多少張84以上的IF OK 然後你再看回 究竟84的IF是甚麼價 你就會知道我究竟為何值不值 你拿84的IF才16K 你拿20K去搏 你想想 你的Pool是有多大 我就不值得這樣搏 但EA為何要做這個Pool 就是 第一 我覺得它會有一點複雜 大家會有一點複雜 其實它可能會出七十幾個垃圾 說的是 這些可以出給你的 對嗎 你沒必要衝進去做 第二 之後應該有些很誇張的SBC 需要大量的INFORM卡去做 其實INFORM卡是真的沒有供應的 在市場上 而 你知機率是 越高Rate是越難出 越低Rate是越易出 現在每一個SBC用得的卡 都以84以上 所以還有很多這些卡 但它真的不值 20K去抽一次 我寧願你 這些卡 做的時候才去買 可能更好 因為你賺錢 是沒有用的 OK 我正在看這一點 講完SBC了 講回這些卡 其實現在 reward time 其實已經升了少少 比昨晚 我和大家說過 昨晚 我都說過 昨晚 有個師兄 我都幫他 拼了他的 Wish List 出來 在我的 拼錄 其實我看到這些卡 都是值得投資的 因為我昨晚也說過 有幾張 他已經接近 是屬於肥料價 都沒有問題 例如這張左閘 這一張 萊比錫的籠 之前說過 有張利華 張Lano 35K 現在你想想 Pepe 還有這張 Brand 這張是好的 是值得投資的 古圖浩斯也是 我都會說 這段時間 是真的便宜 reward 一定是便宜的 大家要盡量去 翻譯這些卡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就是 昨天在影片裡也說過 明天的lighting round 將會很誇張 為什麼我會這麼遲 才錄這段影片 我是想剛才在群組裡 看看大家的反應 和其他群組的反應 我是聽到無數人 跟我說 我儲了五十幾個 六十幾個 一百個 去流離星期五開 你想想 星期五的供應 會是一個什麼的程度 我不去預計 星期六出的卡 有多貴 但是我只是說 一個theory 就是當有大量的 是一個tradable的卡 在市場的供應 市場就會被浮壓 這是一個不變的定律 所以 所有用得著的卡 都會升得很誇張 我會這樣說 星期六的升幅 可能比上個禮拜出的情況更誇張 昨晚跟大家說過 有些卡 其實在24號的升幅都很厲害 例如之前在Shape Shifter上 看過那些抄 我看漏了這麼久的卡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想想這些卡 孫興文 這一張 其實外面的貨可能不多 大家知道這些卡是什麼時候的事 可能是12月初的事 但看24號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24號 由32萬跳到34萬 其實也有一個挺好的升幅 因為這樣說 這些卡就是因為供應少 當市場上升幅後 越少供應的卡 它的貨幅會越大 再看幾張 例如 Row to the Final 我記得有幾張很誇張 這張孫興文正前 這張很誇張 這張卡好像是更早一點 11月初出的 即是Foodmas 即是Foodmas 現在58萬 看看24號發生了什麼事 24號 60萬 0 1000 第二日 63萬4 這日 24號和25號 就是 CV的時候發生的事 還可以看到幾張 看看 米列圖 米列圖 米列圖這些卡 都可能會有得升一下 36萬 37萬 OK 那 我想再看多 近一點 之前把馬列斯 馬列斯 我都覺得應該升得很厲害 馬列斯 24號 28萬 28萬9 OK 其實都是一個 我們叫做 大量的銀行 融入了市場 之後 令人多了錢 去買回之前的卡 所以 其實我剛才看過 盡量去試一下 找回之前 這些 舊的卡 來試一下去Snipe 看了這個24號 這個日子 來做一個 參考 去看他的勝負 當然 新一點點的卡 Future Star 這些都值得去投資 例如 看多一點點 這張Tornali 他都是屬於一張 好用的卡 24號 68萬9 基本上 又沒有跳到705 真的值得投資的卡 剛才也十幾萬升幅 但那張60多萬的Tax 可能是 70萬 你的Tax 大概是 3萬 其實每一張卡 都會收到7萬至8萬 OK 這裏 我想說 今晚 Reworksdown 甚至明天 大家都可以嘗試去轉換的卡 最後再說 一點點關於這裏 這一堆卡 有一個情況出現 假設這就是明天會出的卡 大家看到這數字 其實 分分鐘這裏有一半的卡都要過百萬 雲迪克 羅伯神 Alexandre-Arnold Hindersson 阿古魯 奧巴美揚 沙拉 文尼 迪布尼 Rashford Trow 這些 馬列斯 絕對應該是會過一秒的 OK 但不如大家看看這裏發生什麼事 這裏發生什麼事 Community Vote 只有1張 是1.1秒 只有1張 Joe Gomez 其實他有很多其他卡 都是很便宜的 不會說 會不會有些卡是5-60k 都很少 想想這裏有多少張 是過7-8k 或者60k Saha Philippe Anderson 一張Makili 和Simon 其實很多卡都很便宜 假設我們剛才那張照片 EPL 一出來 有超過一半的卡 都是這麼貴 1.1秒的時候 你知道他的卡都會過幾天 相對來說 這些卡就會顯得特別便宜 我昨天也說過 我覺得Ferlandino 和這些品牌 是絕對值得入 例如 Ferlandino 昨天有個星星也說過 我建議是這張 這張卡 如果你現在二零幾買到的話 週末上去250 我覺得沒問題 這張也是 現在又跌回161 這張卡要上去200k 我覺得沒問題 這些也是 低的價格 去反映外面發生什麼事 還有 肥料的價格 是在下跌 這是事實 OK 看看普通肥料的價格 88 87 86 都算下跌得厲害 88 89應該是下跌得最厲害 很多師兄都在乎 但我記住 很明顯 現在EA獎的價格 都在吸引大家的銀行 因為他不想市場上升得那麼厲害 因為大家都知道 有LR 有銀行 市場上會升 再加SBC 所以他不斷推出這一堆東西 但是今天跟另一個師兄談過 真的覺得 Prime的Icon SBC 很快會出現 你們都知道 大家 都看過 這些卡基本上 一出Icon 又是升到7彩 26萬上升到234 接著又跌少少 30萬上升到48 我會這樣說 可以拿這個 15號 17號 18號 17、18號 做一個reference 17號就是 出第一次 Baby Icon SBC 之前的價格 基本上 一出Icon SBC 它的升幅 是升了一個Double OK 我只能夠這樣說 這些卡 如果它是出Mid SBC 它未必會升得那麼厲害 都會升 可能會升到38、9K 但如果它是出Prime SBC 你會看到這就是89 90 88 87 一個Double 這段時間 我經常都建議大家 這些肥料 不是影響到你去砌波 不要特地去買 除非你天賣 甚至 甚至 社會的肥料卡 都是斷Double 升 我都說了 現在的市場 真的很便宜 很便宜 我不建議保持貨幣 我真的不建議保持貨幣 基本上你投資員等 比你現在拿著貨幣 不知做甚麼 這是我建議大家去做的事情 剛才說過的事情 今晚你可以轉換 因為 後日將會是大升市 在大升市之前 做了你要進的事情 讓它有個勝福 大概是這樣 多謝昨天師兄分享了一個PIN訊息 都幫到大家 有很多方法 我今早轉換了一張Alexandra Arno 是很幸運的 因為不是太多機會 但我覺得大家都很積極 有些人轉換 有些人轉換其他卡 因為這段時間 應該要試試其他不同的卡 我都會繼續分享一些東西 但可能我多玩一段時間 可能都會把速度減慢一點 因為想休息一下 其實因為2.1都很快出發 你知道遊戲機場玩到6月左右 就接近停了 大概這樣 多謝大家支持 找到朋友訂閱我的頻道 因為我短期內 我覺得還未準備好 可以開到Live 而好像Youtube有一個限制 是要一千個訂閱才可以 才可以開到Live 我又不想去其他Twitch開 所以我現在都在想辦法 亦都想找多些題目出來說 或者Live可能會推到2021才開到 樣子就盡量不出 免得嚇壞大家 OK OK 謝謝 謝謝 謝謝